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会晤 会晤中卡耶塔诺表示 即使可能会面临来自美国的制裁 菲律宾也不会放弃 向俄罗斯购买武器 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一枚重要棋子 菲律宾如此高调购买俄罗斯武器实属罕见 那么 菲律宾为什么非要冒着被美国制裁的危险 而坚持采购俄罗斯武器呢 实际上 美俄武器在世界上都有口皆非 两国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市均力敌 据了解 2017年俄罗斯武器出口额仅次于美国武器 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就拿S400防空导弹来说 这款导弹受到了包括中国 土耳其 沙特在内的多国青睐 其中 土耳其由于坚持采购S400 被美国予以严厉警告 这些都说明 俄罗斯武器的确很出色 在市场上很抢手 菲律宾采购俄罗斯武器非常明智 相对于俄罗斯武器 美国武器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本 韩国 北约等轻重武器几乎都出自美国 军火出口也是美国的经济支柱产业 看看爱国者导弹 F35战机 便可以知晓美国武器受欢迎的程度 美国武器的出口 必然与美国战略利益 保持着密切关系 比如在叙利亚 美国为反对派武装免费提供大量美式武器 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充当其子 搅局叙利亚 保证美国的中东利益 而这正是杜特尔特政府不愿采购美国武器的原因之一 自杜特尔特上台之后 一再声称要摆脱美国影响 积极倡导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杜特尔特多次公开发表新中俄 远美国的言论 即便是在去年马尼拉恐袭事件爆发后 杜特尔特仍拒绝了美国派遣特种部队协助反恐的建议 反而亲自到场迎接中国援助的轻武器 现场大赞中国武器性能良好 反恐结束后 杜特尔特再度包扬中国武器发挥的重要作用 杜特尔特试图通过采购俄军武器 有意摆脱美国 去年杜特尔特访俄期间就向普京表达了要采购大批俄罗斯武器的计划 这些武器包括直升机和制导武器 今年三月份 杜特尔特再次公开表示 不会购买美国二手武器 要采购中俄全新的先进武器 尽管美国二手武器要好很多 但美国会附加很多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 增加菲律宾的经济负担 杜特尔特已经清醒地认识到 美国想要的是将菲律宾当成马前卒 而忽略菲律宾的时机需要 菲律宾如果要走向独立自主 就不能被美国绑架 选择采购俄军武器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突破口 延伸话题 菲律宾最终会购买俄军装备吗 欢迎参与话题讨论 更多内容请点击右上角加关注 严正声明 多家自媒体未经授权 在微信平台抄袭阿尔法军事的文章 给我们造成很大困扰 如果有需要 请光明正大的联系本号管理员开白名单 原创不易 谢谢配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